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30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就一个主题 叫独裁者的庆典与人民无关 今天是中共百年党庆的正日,也就是今天上午的8点钟 中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举行盛大的仪式,庆祝中共诞生100周年 我看了直播,看了10分钟 上午8点,阴郁的天空让所有的色彩 失去了光彩 空中护旗队 拉开了飞行表演的序幕 直升机、战斗机分别组成了100 和71的字样 略过天空 15家歼20组成三个梯队 教练机 拉出10道采烟 参加这个庆典总共有7万人 比想象的人少一点 以为会有几十万人 结果就有7万人 大会是由李克强主持 李炮名100响 然后有220人的仪仗队 然后穿过一个拱门 这拱门上有中共的党徽 然后升国旗唱国歌 这就是公器私用 这明明是国家的护卫队 国家的仪仗队 国家的李炮 李炮100响 全部是国家的 但是被中共拿来做自己的用处 然后就是民革中央 民革中央其实是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 简称叫民革 所以 台湾有个中国国民党 中国大陆还有个中国国民党 不过中国大陆这个国民党叫革命委员会 所以简称民革 然后的主席叫万恶乡志赫词 中间有一句话 他这么念 我念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你看看 中国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党派 拍马屁怎么个拍法 念给大家听 今天的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前所未有的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 前所未有的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这个马屁拍得很响吗 然后他拍习近平马屁 我们坚信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 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指引 有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 那使劲拍马屁 这个花瓶 花瓶讲话 习近平今天穿了中山装 然后等一下他就要发表讲话 然后是全国直播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场 那么 全世界都关注这个时刻 因为 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一个政党 在做一件这么大规模的庆典 目的何在 那么我今天看到 我今天看到这个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 王军涛曾经 八九六四 是个很出名的人物 他说了一段话非常棒 我拿来念给大家听 他说独裁的特点 就是无限的权力 承担无限的责任 如果人们要问责 他的统治就很难维持 他说顺利举行仪式是专制国家的特点 目的是为了专制的合法性 是为了专制合法性的需要 那么对独裁者而言 盛大的庆典 突出自己的权威 凌驾于国家之上 所以独裁 和专制的国家 非常重视庆典 这不是人民的庆典 是统治者的庆典 统治者要让人民感受到他们的威严 所以他们很重视这种仪式感 对于民主国家 即使有一些仪式 纪念仪式 也都采取庄重和肃穆的形式 规模不会太大 更不会扰民 所以 习近平调动了军队 驻扎在鸟巢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中共实际上是如临大敌 没有任何欢乐的气氛 对老百姓严加防范 所以 这个庆典不是人民的庆典 是独裁者的庆典 王君涛这段话非常精确的 描述了 习近平这个百年党庆大操大办的意图 从1921年 到2021年 100年间中共发展成为了9000多万的党员 超级政党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有这么多的党员 然后通过党组织渗透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每一个角落 对政治 社会 经济全面控制 中共有100万个书记 各级党委书记 控制着这个国家的运行 吸附在这个国家的身体上 叫敲骨吸髓 纽约时报说 为了准备七一的建党百周年活动 北京封锁道路 加强监控 提高安全措施 对潜在的意见活动进行了打压 归根结底是合法性的问题 目的是为了让一个未经选举的政府 合法化 有一曲同工之妙 那么6月28号在鸟巢 就是国家体育场 举行了党庆大规模文艺晚会 主题叫伟大的征程 在国家体育场的演出 形势相当浮夸 从内陆上看 这个节目叙述了 中共的百年历程 可是 这个百年历程 写得波澜壮阔 那场景非常的壮丽 但是偏偏漏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 所以我们有必要帮忙给他补充一下 否则那中共的党史 这个叫什么 伟大的征程 一点都不真实 因为你很多场景没有 那么这些遗漏的内容包括什么 我还要念一下 让大家都知道 土改运动 枪杀了 200万 地主 富农分子 镇压反革命运动按比例枪杀了200万所谓的反革命分子 三反无反运动枪杀了200万 所谓的反革命分子 反右运动 陷害了上千万的右派分子 两万中国知识精英自杀 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 饿死了4000万人 文化大革命 整了1亿人 杀人2000万 其中包括谁 包括国家主席 刘少奇 一打三反运动 直接枪毙 10万所谓的反革命分子 1983年严打 判刑180万 杀人 枪杀 10万 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 北京屠城一万 有学生有市民 还有一个 很著名的 段子绝孙的 计划生育运动 夭折的生命 不计其数 我特别把这些 他漏掉的部分 我给他补充一下 当然还有很多 我就不能可能念完 在这遗漏的中共世纪当中 这些世纪 不能消失在历史的长卷中 而应该每逢佳节 被突出 警惕世人 认清中共的真实的历史 了解其本质 在中共的历史当中 有一样东西 是在这整个中共 百年党庆中 完全不提的事情 是什么 就是中共的 苏俄基因 6月28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举行了视频会晤 在会谈中 普京祝贺中共建党百年 然后习近平感谢俄罗斯提供中共党史的资料 当然这些资料 中共绝对不会公开 中共 中共跟俄罗斯要这些资料 就是怕被外人看到 然后普京在会谈中说 说中共六大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 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 俄罗斯方面做了两件事 第一 六大就职建了纪念馆 第二 俄罗斯档案部门挑选 中共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 送给中共 普京特别强调 苏联积极支持中国的革命斗争 并在中共建党建国过程中 提供了关键的帮助 俄罗斯永远记得双方历史中的这一页 两国政党互动是双方关系的重要部分 中共和俄罗斯主要政党未来的对话 合作将会加强 两国互信 普京的意思很明白 他提醒 这个已经是百年老殿的中共 不要忘记苏共的帮助 如果没有苏共当年的资助 中共不会有今天 意思是什么呢 中共对俄罗斯要知恩图报 好处不能少 但是他不知道 其实他的这番话 对习近平来说特别刺耳 为什么 因为中共在吹大牛的时候 最怕别人接老礼 而且 中共最害怕的是 重蹈苏共的负责 那么俄罗斯的 国家通讯社叫俄新社 俄新社最近 就着中共建党百年发表文章 特别提到 苏联在中共抗日 中共与 国民党对抗的过程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以及中共建政后 苏联所提供的大量的援助 俄同社说 中共早期的党建 和活动经费 全部来自共产国际 然后是 沃伊金斯基所率领的共产国际小组 1920年4月到中国 宣传十月革命 随后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共产主义刊物 这些经费全部出自 共产国际 沃伊金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 他和李大钊 陈独秀建立了联系 沃伊金斯基在中国用的画名叫 吴廷康 他在20年代好几年里面一直在中国活动 参加了中共当时的多次的党代会 直到1927年返回苏联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的汉学界利用这个解密的档案 研究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 并且发表了著作和研究资料 这些研究资料表明 布尔斯维克执政之后 布尔斯维克就是苏共 列宁和 托洛斯基一心搞发动世界革命 当时一开始聚焦的是德国 那么后来因为他认为这个德国工人阶级很强大 后来德国革命失败之后 莫斯科就把这个目光投向了中国 那么 中共建党有两个关键人物 一个叫马林 一个叫尼尼曼 他们是中共一大的金主 但是这两个人下场 下场非常的凄凉 那么荷兰共产党出生的马林1942年 被纳粹德国 占领荷兰期间枪杀 然后是捏一万 在1938年 被斯大林清洗中被指示托派 造处决 两个人都不得善终 这些历史都表明 中共的血液 和基因 都来自苏共 这是在中共百年党庆中 不提的部分 为什么不提 因为中共需要给自己的伟光正 什么叫伟光正 伟大 光荣 正确 中共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党 又伟大又光荣又正确 永远正确 怎么能够伟大光荣正确呢 因为他需要一个神性 当你有神性你才能伟大光荣正确 那 这种神性 如果你提他的血源 其他的基因 来自一个什么呢 来自一个失去政权的政党的时候 这种神性会被破坏 所以呢在中共党庆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怎么讲中共的历史 都不提苏共 都不提中共 其实就是苏共的一个分支机构 那么整个党庆的过程当中 只有什么呢 空虚的大词 口号 然后挥手 那么今天呢有一条新闻很正硬 正硬正硬 这正硬是什么呢 我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皮优研究中心今天发布这个民调 这个民调是 时间是从去年夏天 到今年夏天 然后对象是全球17个国家 的民众 那么调查结果是什么 有两点 第一点 这17个国家 就17个讲的全是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 那么对中国 和习近平 观感负面 而且对习近平的信心 跌到了历史新低 今天 今天中共党庆 来一个这个 第二点 拜登出任美国总统之后 美国在全球民众的观感 就17个国家的观感 大幅上扬 那么具体的怎么说呢 我讲讲 讲讲这个负面 这17个国家当中 对中国有最负面的看法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对了 就是日本 日本最负面 负面负88% 然后第2是谁 瑞典 瑞典还记得吗 就是瑞典的首 瑞典 驻瑞典的大使 还有瑞典发生一系列的事情 瑞典 H&M 瑞典 瑞典80% 第1是 日本 第2是瑞典 第3是谁 第3是美国 美国76% 然后是谁 第3是澳洲 澳洲78% 韩国77% 然后美国76% 你看一下 这都是 都是非常低的 那么 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对习近平 习近平17个国家 有16个国家 对习近平没有信心 美国和加拿大 对习近平没有信心的民众高达80% 然后除了一个欧洲国家以外 16个国家 有70%的民众 对习近平 没有信心 70% 在法国 瑞典 法国 瑞典 德国 大概有半数 的人 不相信 不信任习近平 这就是最新的民调 就是过去一年来 中国的情况是什么 中国在全世界 最发达的17个国家 的民众心目当中 形象一直在往下掉 越来越差 康晓光写过一篇文章 他认为 他认为专制时期的统治 政治的稳定性建立在一个铁三角上 铁三角 就是政治 精英 政治 经济 和知识 这三个领域的精英组成的铁三角 才能稳定 才能实现政治稳定 那么过去一段时间 习近平在这三个方面都是做相反的事情 他在党内的独裁 和持续的欣喜 逼反了政治精英 这是第1个 第2个 对民营企业和网络巨头的打击 逼反了 经济精英 这是第2个 第3个 在意识形态上反西方进行思想钳制 大心文字欲 因言获罪 逼反了知识精英 那么这三个精英全被逼反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你可以看一下 中共在党庆搞这么大的场面 搞一个这么大的场面 演出的场面非常的大 但是你要看 能够提供支撑的 这铁三角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实际上 坐在天安门城楼的 习近平 他心里是没有底 所以你看 北京搞一场这个 党庆 风声鹤唳 那么多的全程戒严一样 这哪像党庆 这叫什么 这叫办 办一件 好像办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 好吧 那我们今天我就不多讲 我把时间留给大家 请大家多多的发言 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大家有什么观感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希望大家能够表达 你们的看法 我把时间留给大家 好吗 好 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惜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 诶 我们后台没有吗 看一下 嗯 我们今天的后台怎么没有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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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這個現場大家有什麼 看看大家的觀點啊 來看一下 好提問 在政府的用詞裡掌舵和舵手 特別指毛先生現在用來稱呼習先生是不是有特殊的含義 怎麼解讀 還是我想多了 舵手是誰發明的 舵手是林彪發明 林彪在文革當中 林彪在文革當中把 把毛澤東叫偉大的舵手 然後在之後的這麼多個中共的領導人當中 舵手沒有出現過 舵手沒有出現過 那麼現在用在習近平身上 用在習近平身上當然有兩點我認為是反應了有兩點第1點 底下的人開始拍馬屁網 往大了拍 就往大了拍 當然他往大了拍肯定習近平也默認 因為如果你拍過頭的話習近平不高興的話 這件事情也發生不了 所以如果 講舵手把習近平形容成舵手意味著什麼 把習近平形容成舵手 也就是 對習近平的這種個人崇拜 現在開始往前走了 起步了已經開始起步了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跡象 很多跡象 你比如說 你比如說像那個 像 剛才那個民主黨派民革中央 這個的發言 那對習近平的拍馬屁也是相當的肉麻 那以前不會這麼幹 那麼現在這麼幹說明 他的這種 個人崇拜的這個意圖 非常的明顯 在中共的 中共的黨文化裡面 其實 其實這種個人崇拜必須是雙方默契的進行 就是說 底下人先拍一下 看看效果怎麼樣 效果還挺好 看見這個 看見老大喜笑言開 這個喜歡這個 那麼下面就會加碼 不斷的加碼 就是這樣子 所以 個人崇拜不是單方面的說底下人不管怎麼樣使勁往上拍就行不是的 他得不斷的看著上面的表情 上面表情越來越高興 他就持續的往上加碼 這個人看他這麼拍 另外一個人就會加碼 不斷的加碼都在觀察觀察老大的表情 所以他是一個 個人崇拜實際上是一場合謀 他不是個獨角戲 不是底下人使勁 像當年這個劉少奇劉少奇在延安劉少奇為什麼會 會提拔成為這個 接班人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拍好了 那第1個 劉少奇發明了毛澤東思想 那對毛澤東來說這件事情可不得了 毛澤東思想 劉少奇提出來毛澤東思想 等於把 給毛澤東 賦予了一個神性 直接就放到神台上去了 所以偉大是從哪裡來的?偉大是因為有毛澤東思想才偉大 毛澤東一看這麼得心應手 馬上就提上來 劉少奇以前啥都不是 就在白區工作 他有什麼成績?跟這些打仗的 沒法比 一看 拍得這麼好 提上去 大家一看劉少奇拍拍成這樣能夠提上去那麼大家都一起 個人崇拜就這麼來 所以個人崇拜不是一個獨角戲個人崇拜 是一場合謀也是一場競爭 就是 你拍一我就拍二我拍二他就拍三不斷的往上拍 那就神性就越來越高神性越來越高就個人崇拜 就是這樣 所以你沒有想多 習近平是要搞個人崇拜 而且 這件事情越來越明顯 情況打卡北京今天北京上午8點左右突然陰天 8點45左右狂風驟雨 風大到趕緊要把所有的窗戶都關上看來老天爺也不給幫忙啊 那不是不給幫忙是不給臉啊 情緒早上被要求全員8點到公司觀看慶典 看著慶典聽著王老師節目 真是冰火兩重天 你這也很分裂 情況我也坐在會議室看投影規定要看 不是黨員也要看 情況20分鐘前太太告訴我 實況轉播黨信 李克強在講話 我回覆 拿著我們納稅人的錢做這樣的事情有啥好看轉身進書房 看電腦 參加王老師節目 好 情況我的朋友圈被紅色的 被紅色淹沒 而且都是發自肺腑 發自肺腑就不相信 我看到朋友圈我也看到了 那怎麼辦王老師這個國家還有救嗎 怎麼說呢 你覺得當年蘇聯不夠強大嗎 當時當年蘇聯也非常強大 說崩潰就崩潰了 當局面還在的時候 都在拍馬屁 都在拍馬屁誰也看不出來有二心 比賽看誰表決心表得高 但是 他真的內心怎麼想 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說他是真 發自肺腑 我不相信 那就是轉發一下就發自肺腑了吧 我不相信 情況北京現在的天氣 陰風苦雨 打雷天怒 OK 情況打卡山東 這兩天廠裡來了警察查消防 衛生局查廠裡的食堂 環保局過來查 安監局過來查 總共10個部門來 每個工廠檢查 原本說是聯合執法 後來又決定各個部門自己各來查 真是疲於應付 花樣百出 如此擾民到了極致了 山東的政情特別惡劣 山東的政情特別惡劣 山東的官 山東的官是比較壞 比較壞 觀點 國等於家等於黨 在習看來一切都是黨的 也就是他的 朝鮮的今天越來越像中國的明天 全人類有史以來如此規模的洗腦前所未有 真不知道未來的歷史書會怎麼描寫這一段 看誰掌權 就怎麼描寫 觀點來美國以後我去參加過好幾次 鎮上的國慶節 遊行慶典 那就是一個小鎮上居民的自發集會 各種人機構組織都可以報名參加 小鎮上最受歡迎的是本地的騎警和消防員 警車和消防車的進場都會受到民眾的歡呼 美國獨立日的慶典大多數都是這樣普普通通但是大家很高興 這才是什麼 這才是人民的慶典 人民的慶典來自哪裡 來自人民的內心 而不是這種 而不是這種 拿著納稅人的錢 做一個黨的慶典 情緒拿著我的錢過著自己的生日 但是我連參加和圍觀的資格都沒有 只能默默的低下頭接著上班接著996 我只能 說一句出口 觀點 搞這麼多這麼大的活動錢從哪裡出 如果是黨款或者所有黨員出那他們怎麼搞都沒問題 但如果是政府出錢那憑什麼要拿人民的錢 給黨搞活動 黨國不分的體現非常正確我剛才就講 一戰隊是國家的吧 這個 場地是國家的吧 然後禮炮是國家的吧 然後這個軍隊是國家的吧 然後為黨再慶生日 慶這個黨慶 這就是黨國不分 黨政不分 觀點我想這就是民主和獨裁的差別 在台灣我光看政府挖馬路就覺得自己的那個稅又給浪費了 提問王老師我想請教一下 為什麼身在香港和台灣的港配 陸配也在朋友圈大發快樂為什麼 你得去問他們 他們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他們 我覺得港配也好陸配也好 他們都在 朋友圈混吧 你想在朋友圈混都是什麼人 你說是不是 情緒自從看到習大推中心 中醫的時候 就覺得他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是有問題的 非常正確 習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是有問題 原因是什麼 原因有三個 第1個 書讀少了 書讀少了 書讀少了對世界的認知是有 缺陷 第1個第2個 文革經歷過文革的人心理上都有點不大健康 這是第2個 第3個 當你陷入到權力的爭鬥當中 那天天想著這種權力鬥爭的時候 你對這個世界的要求 你對這個世界的定義 你對這個世界的規則 和平常的人就不一樣 所以他對這個世界認知是有 缺陷有問題 情緒 10年前曾經在瑞典留學 當年中國和瑞典的關係是中歐關係中最好的 就我的觀察當年瑞典人對中國的普遍觀感是中性偏正面 然而自從劉曉波諾蔣事件 和之後崛起的戰狼外交 再加上新冠疫情期間 中國對瑞典的詆毀 現在看到這樣的調查結果我感覺心裡真不吃滋味 你就別去自己 代表中共了 你就把自己當做瑞典人就好 觀點日本的負面情緒這麼高是因為在日華人多嗎 今年的數據 在日華人有100萬 在美華人有500萬 觀點數字集權把所有人都推到了習的對立面 孤家寡人是一定的了 借用蔡霞教授的一句話 不能排除中國迅速瓦解的 應該是中共 迅速瓦解的可能 觀點今天聽到一個觀點 在西方的政治博弈背後 都是人性的底線 這種人性的底線在CCP統治下的中國是不存在的 講的是狼性 非常正確 中共就一直在強調狼性要不怎麼會戰狼呢 情緒坐等擅長念白字的200經 今天能夠超常發揮 好久沒有笑料了 觀點今天 祝黨生日快樂的 和前段時間 哭袁隆平走的都是同一撥人 是嗎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想 祝黨生日快樂和袁隆平 哭袁隆平的人都是同一撥人 我不大同意 不一定是同一撥人 可能會有交集 但交集的未必有那麼多 觀點 B站所有紅色視頻全部關閉評論 從現實的戒嚴到網絡的戒嚴 他們都在怕 老百姓怕他們也怕老百姓 這是多麼可笑的一個國家 情緒 身在牆內 走到哪裡都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 就連身邊的親朋友親人也深信跟黨走 黨是神一樣的存在 不想自己和以後的小孩也這樣 想趕緊逃離 這個魔鬼掌握的地獄 情況 跟袁同一撥人就是他們都是粉紅的意思 哭袁隆平不一定是粉紅 哭袁隆平 不一定是粉紅 就是說你現在今天 慶祝黨生日 這肯定是粉紅這毫無疑問 但是我覺得哭袁隆平不一定是粉紅 為什麼 袁隆平是一個 是一個icon 是一個叫什麼 符號 這個符號呢中共用了好多年 但是呢中國的老百姓覺得這個人很厲害 很厲害反映了中國的強盛 但是其實他們對袁隆平的認知是有偏差 這個偏差來自於什麼來自於中共的洗腦 所以實際上袁隆平背後的某種取向 並不和中共黨慶完全 完全重疊 今天出差在外公司還要拍照證明在觀看偉光正的洗腦 真是噁心 如果真的偉光正不應該是發自內心的嗎還有強迫 情況昨天中央財辦副主任韓文秀 發布會說 國民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這不是和李克強說的完全不一樣嗎 只是為了今天的歌頌鋪墊嗎 現在中共治國真的是這麼兒戲嗎 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 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吧 不是人均收入吧 觀點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支部 是在1920年由 陳獨秀和李大釗成立 今年是101年不過明顯實際時間不重要 因為這只是找個理由去洗腦而已 情況 我在內地一所高校 本學期其實應該已經到了尾聲但是學校要求繼續上課兩週 兩週後再考試 這個學期延長了半個月 教室工資都不多一分錢 天這麼熱也無法放假學生也無法回家 老師學生都郁門另外學校要求今早 所有的師生要看習近平講話 我好像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要求 我經歷過 我們那個時候要求集體要求聽廣播 我在我的學生生涯 只經歷過一次 要求集體聽廣播沒有要求我看電視要求集體聽廣播 是什麼 毛澤東逝世 毛澤東逝世 全體學 學校全體師生員工 去廣場 排隊站好 聽廣播 我沒想到你們也會被集體要求 看電視 情緒沒法看因為根本沒興趣看就喜歡看王老師謝謝 建議 王老師的視頻可以找人轉成音頻檔案 音頻方便通勤工作 參與不了直播的搶內人離線消化有意義的內容值得反覆琢磨跟傳播 內容網站可以先丟電報群不用找其他網址上傳 你提到我就說一嘴 我們Patreon的會員是有視頻直播音頻的檔案 如果你需要的話可以註冊我們的Patreon Patreon在我們視頻的下方都有鏈接你點擊一下 訂閱之後呢 裡面就有每一期節目的音頻檔案你可以拿來聽 好嗎 提問請問王先生我想移民 但是看到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反感數據 華人會不會受排擠 他只是排擠中國 並不排擠華人 如果你變成那個國家的人 他為什麼要排擠 對嗎 所以 說 這裡面就是有個綁架 什麼綁架 就是很多五毛他們有個邏輯 意思就是警告海外的華人 你不要攻擊我你不要罵中共你要罵了中共 西方國家要是反感中共的話你就會受到損害 這裡面背後有個這樣的邏輯在這裡 所以經常中共非常喜歡 講一個這樣的邏輯 就是要所有海外華人 幫著他一起騙外國人 把外國人騙好了 他在國外也好過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很簡單的道理 你在國外的生活狀態有什麼決定 由你自己決定誰都改變不了 這個很重要 那有沒有歧視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有的 但跟這個沒有關係 沒有因果關係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大家不要上當 情況今天幼兒園畢業典禮主題 花兒向陽 同心向黨 提問 前一個直播王老師說蔡霞教授的那篇文章 現在說現在中高層裡面至少有60%都是明白現實的 還說要美國做好中共 隨時坍塌的預案 目前在習有史以來最強的 監控下 真的有可能說崩潰就崩潰嗎 我不知道 不過蔡霞教授有這樣的看法 其實這件事情他既然說 也有他的道理 就是說 沒有人在蘇聯崩潰之前提前預告 說蘇聯崩潰的 所以這裡面有一些偶發因素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那這件事情會不會發生在中共的身上 誰也不能夠排除對嗎 觀點發達國家離中國最近的日本 這些年來中國的威脅有目共睹 粗野 粗暴野蠻的外交 更激起一般民眾對中國的厭惡高漲 回想80年代開放時整個日本社會對中國 中國留學生非常友好 情緒全國到處都是黨慶橫幅 三步就能看見一個真的很恐怖 觀點 絕大多數人都是不關心政治的 中共目前最大的危機 並不是少數人對民主憲政的需求 中共隨時可以用不關心政治的那幫人的冷漠 來對少數人進行壓制 中共抑惑中國最重要的問題在於人口老齡化 一方面巨大的撫養壓力即將到來 另一方面勞動力人口減少中國將逐漸把世界工廠的帽子 轉移給東南亞 中國經濟最終要為中共獨裁拍腦袋的計劃生育買單 只有中國老百姓吃不上飯的時候他們才會關心政治 反思到底為什麼 也不一定 吃不上飯他也不反思 真的 反思都是少數 觀點 當中共喪失了與世界其他文明 共生的最後能力時 也就喪失了 最後一絲 吸附和大便車的可能性 就像刺猬身上的壁蟲 強拉是拉不下來的 要用火鉗燙壁蟲他才會收回口氣 停止 訊息 口氣 就是他的共生能力的關鍵 就是共產黨以一國之功 贏一黨之私 簽約人民權力代表他們以槍桿子筆桿子實現現實統治 非常對 非常正確 提問中國對槍支有嚴格的禁令 又有強大的數字監控能力 理論上也就是有人造反也不應該有多大的陣仗 但是 這次無論是現實還是網絡 都要如此建言甚至派軍隊待命請教王老師 他們到底要防什麼 真的是潛在的學潮民眾嗎還是另有所圖 我不知道有沒有另有所圖 但是肯定是害怕 肯定是害怕 老百姓沒有槍 但是有刀啊 刀於是他就在北京賣刀也不行賣刀要實名制 要登記 然後他真的很害怕 怕到什麼地步呢怕到這個地步了 那麼潛在的學潮 民眾 我不知道 我還是想舉一個例子就是清政府 清政府手上有新軍 清政府袁世凱訓練出來的新軍 沒有革命黨根本打不贏的 沒有國民黨去打基本上是 一卵即食清軍 清政府的新軍很厲害在當時的中國 是很厲害沒有對手 所以如果 如果真的打仗的話那是不可能打贏的 但是清政府很快就尋備 所以這件事情 誰知道呢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偶發事件 情況今天剛剛看到CCP黨慶的一張照片 西川中山莊或者叫毛莊站在中間好像 仿毛的樣子而江和李 站在左右 但穿的是西裝打領帶 非常鮮明的對比 看起來習鐵釘要做毛第2 習肯定是故意穿中山莊了 而且習呢在大部分時候都不穿西裝 大部分時候都不穿西裝 觀點我認識很多中國人但是還是 還真是不明白黨不等於國黨政不分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情緒我是炒比特幣的 現在覺得真的絕望 前幾天國內一刀切關停比特幣 國內炒幣的還在罵娘罵政府 現在各個像孝子賢孫 祝黨生日快樂洗腦那麼徹底 王師何日能北定中原 真的嗎他們真心實意嗎我真不信 情緒2019年國慶大閱兵我就注意到 黨旗在國旗之前 就知道已經黨國一體了 痛心之疑下決心不再回首故國 這幾年跟著王Sir的節目 看著國家一步步滑向深淵心痛無比 卻無可奈何 只能選擇明哲保身遠避海外 觀點 牆內的朋友發個圈也就算了 最煩的就是移民國外的還依依不捨 說要是自己在國內現在 他現在就忙著協調演員忙著演出 非常想念國內 那種15喝6的日子 我真的是很想問問這些人 那麼愛國那麼愛以前的日子就回去嗎 這裡你就是個普通的鋼琴老師地產中介沒人覺得你牛逼 是這樣 我最近和我以前的一個同事聯繫到 聯繫到因為我們在 也是這樣 很遺憾啊回不去啊各種遺憾啊 我就覺得 最好是回去我就覺得這些人應該都回去 觀點被逼做會議室看直播的難道是發自肺腑嗎 不要被表面誤判 宣傳機構洗腦就要這個效果 讓人覺得大部分是贊同的 這就是不讓選舉的目的 非常對我是同意這樣 你看到朋友圈的那些 大部分是什麼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什麼 帶著任務轉發的 這是帶著任務的 另外一個是什麼盲從的看著別人也 湊一個 還有一個什麼 投機的 表達一下 表達一下然後呢投個機萬一有好處呢對嗎 就這三種情況 觀點陸佩我認識好幾個都是用中國的國家強權給自己貼金 用強權跟家人 耍混 壓迫丈夫還說丈夫一家人看不起他 現在國家強大了你家人還跟我大聲 大聲小氣的說話嗎 這就是這樣 就是 感覺就是國家強大了我腰桿就硬 這個還是農耕文明 農耕文明 就是 娘家比較厲害 娘家比較厲害這個媳婦就有底氣大概是這種農耕文明的特徵 坐標加州今年獨立日假期 我們都會和親朋好友一起去公園燒烤野餐 家家戶戶歡聲笑語 大家分享著美味的食物 小朋友一起玩耍 三不五時有別家的狗過來找我們玩 這才叫自由的生活反觀強國黨慶國慶 老百姓不能上街 不能給車子加油 家裡不能開火做飯真是非所思 甚至臨街的窗都不能打開要拉上窗簾 甚至還有武警坐在你家陽台 就是這個情況 情況今天孩子學校沒有上課 在看習直播 情緒今天朋友圈被紅色淹沒 我相信除了一部分人是湊熱鬧 但大部分是發自內肺腑擁護共產黨 包括我在中國的父親和親戚 王健老師中國還有救嗎 我不同意你 我剛才已經分析了我不覺得他們是發自肺腑 有的 就像比如說你父母 那是 但是你要不要跟他提文革 你不要跟他提土改 不要跟他提反右 我為什麼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要把這一系列的 在這個偉大的真誠裡面漏掉的中共的這些業績 為什麼要把它重新讀一遍 我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千萬不要忘記這些事情 所以呢如果這麼粉紅 你就把我們的節目當中這一節念給他聽一下 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中共幹了這麼多好事 你還喜歡嗎 情緒我的母親是個老粉紅喜歡唱歌跳舞跳廣場舞 不過當年有機會入黨時 被他以煤錢交黨費為由 以拒之 所以你媽其實還是 心裡明白嗎裝裝傻而已呀 觀點 習總書記剛剛說 落實港人治港傲人治傲的高度自治方針 落實中央管理權 這話怎麼聽都是左右互搏真是不要臉啊 觀點洗腦真的很容易被矯正 洗腦需要持續不斷的用假信息進行維護 只要你斷掉假信息 虛假信息 將它曝露在真相中 任何被刻意塑造的思維 慣性 思維慣性 都會被動搖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小心疏導 他們接受常識 讓他們在更迭世界觀的時候不會因為自我懷疑做出極端的動作 真相讓人感到自由 但必須在接納真相之後 是這樣 矯正起來不困難 真的不困難 不用擔心 只要你把這個媒體翻個個兒 三五年的事情全改過來 不用擔心 前提是什麼 前提 你得把媒體翻過來 情況昨天回家路上 看到到處插著紅旗 長安街上每隔100米就有警察站崗 細思恐急 細思疾恐 現在北京的街景充滿紅色恐怖的氣息讓人窒息 情況佛教活動場所也通知了 必須組織和尚信眾一起觀看 還要拍照真是神操作 情緒中共能夠搞出計20欄為什麼這麼大的慶典 搞不定前幾天雷雨冰雹 還以為是提前人工下雨保今天結果沒保住 觀點我讀書的時候鄧小平去世的時候也要求所有師生 在指定的時間默哀 情緒看到朋友圈裡幼兒園的小朋友都在組織集體觀看黨慶 感覺好悲 好可悲 王老師我是80後 我在國內的同學就是這一代也是洗腦特別嚴重 你跟他們說八九事件他們都說是學生的錯 學生造反感謝黨說疫情多虧黨 霹靂雷霆手段 還真是那個樣子管控我真的無語所以我覺得就算黨倒了 中國的裂根性改不了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洗一下就洗回去了 我不覺得 他既然這麼容易洗過去也會很容易洗回來 民眾 大部分的民眾還是跟隨媒體的 要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社會結構 觀點我個人覺得習是非常了解文革作用的 從他內心是認同文革只是也參雜了他個人對文革的思考 他可能無數次在心裡描繪過如果他來主導文革 中國會發展成什麼樣子 所以 他現在發動的這一套可能說是可以說是改良的文革 就像王先生說的 他確實沒啥學識 所以只能拿 拿這個 這個來治國 而且 不懂的東西也要抓到手裡管著 中國目前的經濟不會一時崩潰 所以普通老百姓感覺還挺好 感覺他有勇氣懟西方國家又鐵腕抓貪官 我不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你的判斷不對 第一 中國經濟是一時不會崩潰 一個國家的經濟崩潰並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國家每個人都在掙錢吃飯 所以一個國家經濟並不那麼容易崩潰 但是毫無疑問 中國經濟現在的情況 非常的危險 非常的危險 那麼特別是中低階層的收入在下降 底層的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困苦 所以這個情況 不是你講的這個樣子 這是第1個 第2個 老百姓覺得挺好嗎我不覺得老百姓覺得挺好 為什麼 因為他們生活更差 他們怎麼會覺得好 對西方也就是吃飽了撐的人覺得好 一般人 沒感覺 一般人還是 還是過日子嘛 觀點中共治下的中國就是兩條線在治理這個國家 一是好話說盡給你畫大餅 另一條是壞事做絕坑你沒商量 提問 按照中共這樣的帶領國家越來越看不到希望 如果能夠移民去歐美當然好但去不了的話請問王老師去泰國 菲律賓 也比在國內好嗎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我沒有在那邊生活過 雖然我旅遊 去過旅遊但是跟在那邊生活 謀生兩回事 這個沒辦法給意見 世界很大嘛 對吧 所以 每個人去的地方 都是有一定的機緣 就是說 你總是有點由頭 你比如說去越南你總是有點由頭你沒頭沒腦會跑越南去嗎 不會的 所以你得找個由頭 然後進行一些比較吧我不知道他們那邊的情況你得找人問問 情緒當他們受到欺壓他們會說當地政府 政府個人的問題 家人很擁護中共唱紅歌參加活動 從心裡讚美習 還要去社區舉報我沒打疫苗 他們覺得生活比以前好了感恩待的真是被惡心到 你的家人還去社區舉報你那真的是 紅衛兵 情況習剛剛喊 喊話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光榮英雄的中國人民萬歲 收尾開始唱國際歌 聽到偉大光榮正確就想叫 現在開始放鴿子了其他人不能放 共產黨能放 兩個小時的黨慶 居然習近平佔了一個多小時這就是 就是要讓全世界都明白習代表一切 觀點引用獨立宣言 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 任何苦難 只要 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容忍 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 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的政府 中國人民還處在這種落後的思維 情況全國律師 被要求一早起來看直播 並拍照上傳司法局檢查 看來現在這就是什麼 數字集權呀 數字集權已經能夠做到這一點了 情況 觀點 牆內人被洗腦不可怕 一旦牆倒了很多人都會覺醒 這就是為什麼CCP特別害怕你翻牆的原因 對非常有道理 情緒2006年德國電影 竊聽風暴 講竊聽異議人士的故事 用了在當時強大的技術手段 東德不還是突然倒塌了嗎 推薦大家看看當年這部 奧斯卡最佳外語篇 觀點 王先生身上有溫良恭儉讓的傳統文人美德 但是否太理想化 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留學過的80後90後 都是真心實意擁護共產黨 是的當然有人擁護共產黨 我沒有否認這一點 但是你看他 因為什麼用戶共產黨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並不意外的事實 所以我也不是你想的那麼天真 在這個問題上 並不是說我們在 我們在描述中國的場景的過程當中我講的兩個基本的事實第1個 大部分的中國人是小粉紅 中共還是有非常強大的民意基礎 不是民意基礎民眾基礎 這個民眾基礎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 建立在一個假象的基礎上 建立在洗腦的基礎上 所以這個是事實 但是 毫無疑問 中國人裡面也有很多 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的人 他們已經醒悟過來 他們努力的讓自己保持清醒不被洗腦 所以我沒有理想化的看待中國 觀點牆內的防火牆很難推掉 現在只能期望蔡霞老師說的 在國際孤立下內部發生變化 我覺得有兩點很重要吧 第一點就是 真相 要知道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 真相是最重要 這是第1點 所以大家盡量的去尋找中國的真相 真相是最有力量 這是第1點 第2點 就是知道 當你掌握了真相的時候 你就能夠看穿中共的洗腦 就這2點 大家能夠保持清醒 保持對 當然還有就是保持對真相的熱忱 情況知乎上有人問如何看待部分年輕人對中國的未來極度看好 卻對自己的未來持悲觀態度 下面有人回答 長城很偉大 但你是修長城的人 對呀 你要是去修長城你會覺得那個偉大嗎 你就覺得那個很殘酷 情況上週末和兵器公司的人吃飯 推杯換展的時候發現他手機在放視頻問了一下才知道 是單位要求的學習任務 類似學習強國 好像學習量還很大 一邊吃飯一邊看著 開著流量看視頻 酒桌旁邊有幾位部隊的 我問現在部隊還需要花錢嗎 一位說 現在這種情況好多了另一位馬上說哪裡不需要 到了關鍵時候還不是照樣要花錢 情緒這兩天被紅色的朋友圈刷屏 刷的有些噁心身邊99%都是小粉紅 被洗腦太多年了 的確 現在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一定的成績 成就但是這無法抹去幾十年發生的幾件大事 講的那些悲慘逝去的幾千萬人民 心裡久久不能平靜 世界歷史上最悲慘的幾件事情都發生了中國 也不排除 還會發生類似的事情 我們無法用手投票只能用腳來選擇 我還是那句話 很多人隨口就說 中國經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中國經濟的成就靠著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就是十幾億中國人的996 還有就是市場經濟 觀點對聯 上聯 70年鬥天鬥地鬥人民 三千萬冤魂艱難探索 下臉 半甲子炒房炒地炒物價 14億韭菜紙肥官家 橫批為人民服務 觀點剛才看了直播覺得那個那講稿 就是一篇把過去說過的話 拼湊在一起 的車骨路話 假話謊話連篇 朋友席上的人也是一臉麻木的感覺 情況今天A股 紅綠比 1比2 一股名用綠色來慶生了 情況 今早北京開始打雷下雨持續5到10分鐘就停 應該用了消雨器 朋友圈已經高潮體制內的人很興奮 可能真覺得自己很幸福但面對這些我不理會不轉發不評論 我覺得大家也要注意 你看到的情況 是被管理的 所以不要拿這些來說事 很多五毛在我們的聊天室無非是就是想說一句話 想說哪句話 前面鋪墊後面結尾 就想說一句話 他們是真誠用戶共產黨 有的 當然有 但是 但是 那是被騙的 情況我公婆在菲律賓有農場和魚塘 買地真的很便宜 菲律賓物資豐富海產品便宜就是氣候有點熱 馬尼拉交通比較混亂 但是在鄉下的生活的話還是不錯的 六七十年代的菲律賓很多 說 村莊家家戶戶都是兩層樓的小樓 情況 我的朋友在泰國租了獨棟別墅 月租金是3000元人民幣供你參考 感受我前天回美國了 下了飛機後美國工作人員都很有禮貌 很多說welcome back welcome home 因為入境手續比較複雜很多人口氣很和善和氣 盡量讓我們感覺輕鬆不要有壓力 對比一下某大城市的機場的狗們 一個個凶神惡煞 就像你和他們有仇一樣 我不在這裡面我不在他們面前說中文 有一條海關 蓋章的 母狗就像審判人一樣質問我 前面一對 去美國探親的老夫婦 感嘆 其實中國很多人活得很焦慮 從上到下都很焦慮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們很清楚 剛才的那一票人講的那些話 講的小粉紅也罷,講的是什麼被洗腦也罷,無非是要講出那段話來 在我們的這個聊天室裡面留下這段話來 我是不相信的 活得到底怎麼樣,自己很清楚的 所以 朋友圈能說明什麼 朋友圈什麼都不能說明 朋友圈什麼都不能說明 觀點,從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 到新冠的全球大流行 專制政權給全人類帶來的災難越來越大 自由民主的國家 和人民 如果再不團結起來,齊心協力 結束這些專制政權 還有更大的災難在等的人類,非常對 今天自由亞洲電台有個網友,有個記者來找我採訪 就聊起來 聊起來問我,問我說這個現在這些 西方國家 給香港人 提供救生艇,你有什麼感想 我當時我一聽,火就來了 火苗子直出腦門 我就說 這是件什麼事情呢,西方國家給香港人提供救生艇 就有點像什麼呢,就有點像一個孩子被人用棒子把頭打出血了 然後你呢,你去幹嘛呢,你去幫他包紮傷口 包紮傷口當然是需要的,幫助他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你要把那個用棒子打這孩子的人 收拾一頓 打回去才行 你光給他包紮傷口不行 因為他還在打他 你包完這個傷口他又打,你又去包傷口那管什麼用啊 你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解決是解決拿棒子打他的人 就把他打回去 這才是西方國家應該做的事情 去年 國安法通過的時候 美國和西方國家就 縱容了 沒有堅決的回擊 你看一下 其實當時國安法一通過 我們就已經很清楚 發生在中國的所有的惡都會跑到 香港來 那記者問我 你覺得現在發生在香港 的事情跟中國大陸的事情 誰更惡劣一點 我就跟他講 我講這件事情是這樣 中國就從來就沒有新聞自由 香港一直就有新聞自由 那麼中共在香港實行了國安法之後 當著全世界的面把香港的新聞自由撕碎 扔在地上踩踐踏 香港人就失去了新聞自由 所以大家覺得很痛 但是呢 中國大陸就從來就沒有新聞自由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痛 大家一點都不覺得很痛 但是他是不是從來就沒有新聞自由 是不是比 香港更惡劣一萬倍 是的 有意義嗎 你覺得是不是如果這樣比較是不是 你覺得中共對香港還好一點 這種比較有意義嗎完全沒有意義對不對 一點都不make sense 這就是現在的情況 我說如果 如果西方國家 在港版國安法剛剛通過的時候 就一棒子打回去 現在的香港的局面是這樣嗎當然不會 他說那怎麼打呢 我說很簡單啊 要么去制裁香港金融管理局啊 禁止香港金融管理局使用美元 整個港元就崩潰了 中國會很痛的 他說這個是不是太厲害了 我說那你可以弄個沒那麼厲害的很簡單啊 你去制裁一下 在香港的中資金融機構啊比如說中英集團 禁止他使用 禁止他使用這個 美元系統 他也 先讓中英集團崩潰一下讓他痛一點行不行 你來找我你讓美國政府來找我給你出100個主意一秒鐘 你真的西方國家你真的要搞他 一點都沒有難度為什麼 香港是金融中心啊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中心比金融中心更脆弱的 你稍微的勾不勾吧 就已經 很痛了好嗎 所以我講 現在的香港 西方國家應該幹什麼美國應該幹什麼 就是用棒子 把那個打香港人把香港人頭打破的那個人 讓他付出代價 打他把他打得泼泼血流 這件事情才能停下來 這就是我 今天 記者 採訪我 我在這 打電話 太太跑來問我你跟誰吵架我越講越生氣 提問朋友們都說就算共產黨倒台了 換了其他黨派上台 國家還會像老舍下的駱駡翔子那樣 衙門還是那個衙門只是換了衣服 你被共產黨洗腦都洗抽筋了吧 洗抽筋了沒有 洗抽筋了我看是 觀點我看了中共建黨100周年的活動 文革不是來了而是已經來了吧這種人潮汹湧 山呼萬歲 群情激昂 拍手叫好 甚至屢次打斷黨魁發言的景象應該是幾十年沒有見過了 哪怕是中共建黨五十六十七十年也沒有出現 那一刻獨夫站在天安門城樓做慷慨之詞 揮手之意志得意滿應該和臘肉接見紅衛兵的時候差不多了 而廣場上一個個激動雀躍雙手揮舞吶喊高歌的年輕人 無非就是把紅衛兵的名字改成小粉紅 整個活動給我的感覺就是歷史噩夢一樣的重演 毛澤東的幽靈一直飄盪在城樓上 寫得好 觀點 希望王老師將來能多講講西方民主國家的 現實歷程 還有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是怎麼運行 我不會講 為什麼 這麼簡單的事情自己去查 好吧 我是提供觀點的 我不是給大家上課 我可以提供一些資料 但是我不是查資料的人我不是資料員 好嗎 觀點 牆內80後並不完全是你們看到網絡上的樣子 很多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包括對CCP不滿的人只是不能發聲 不想發聲而已 至少我身邊人是這樣 所以是這樣 就不同意那個人講 觀點我就是那個牆內自己醒悟過來的人 途徑就是讀書 讀自己從未涉獵過的書 幻然醒悟就發生在幾十本書裡而已 希望我自己我們都能夠努力讓自己發光照亮身邊的人和這個世界 我不能奢望能改變任何人但我相信 只要堅持 自己獨立思考 就會影響周圍的人 借用一句話星星之火可以燎遠希望我們都努力做個小火苗 加油 很棒 非常棒 情況這一年半來 自從參加王老師節目我已經 一 停掉有線電視 二關掉朋友圈 不看也不轉發 只保留日常工作和生活聯繫 我心存希望 中國一定會走向自由民主 因為這是人性 好比一個森林燒起來了 如果告訴周圍群眾 這是一根火柴引發的你能想像嗎 何況 國內有N根火柴 絕對值很大 百分比也許不高 我們這裡有很多認知相同的同胞 熟 我說出我心存希望的看法 這就是參加老師節目自我思考 和轉變 謝謝你 我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一個 小火柴 好嗎 賣女孩的小火柴 情況感覺日本很適合華人居住 那裡就像理想中的已經實現了共產主義的社會 安全 貧富分化小 全國大小城市的資源配置合理充分 東京大阪以外可以過著半歸隱的田園生活 情緒 王先生 王先生好把解決香港當前困局的話 都說到香港人的心坎裡去了 鳴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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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門鼓掌是黨要求這樣的整齊劃一距離北韓不遠了 文明和民主自由 何時重返華夏 謝謝 謝謝 好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大家的參與我們下個節目再見 再見之前請大家點贊請新來的網友訂閱 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 做更好的自己 謝謝大家謝謝